南澳大桥位于广东省汕头市 是一座连接汕头市城海区和南澳县的跨海大桥 大桥起于城海来无为 中于南澳长山围苦路坪接环岛公路 路线长约11.08公里 其中桥梁全长9341米 连接线全长1739米 全线采用设计速度60公里每小时的二级公路标准 路级宽度12米 桥梁近宽11米 大桥于2015年1月1日正式通车市运营 南澳岛宿游 月东屏障 月米咽喉 指称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经之道 在2015年之前 南澳岛与外界的交通联系仅靠舟船轮度 2015年1月1日 广东省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 南澳大桥建成通车 从此天前变通途 南澳岛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南澳一名 始于隋朝 南表示南方 澳职可博传之处 并壮浪生 有一种说法 应该岛位于潮州以南 港湾多能博传 故叫南澳 另有一说 南澳原是金云澳的古称 阴云澳是全岛最早驻人的地方 位于岛的南部 故叫南澳 岛南 外人叫惯了 南澳 以后便把它当作全岛的名称了 南澳岛是南海当中的一个绿洲 生长着茂密的热带植物 还有优质的港湾 是一个美丽的旅游岛 古往今来 南澳岛是东南沿海通商的中转站 附近可开发渔场达5万平方公里 南澳岛上生长着1400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 并且很多野生动物栖息在此 主岛附近有一个鸟岛 是候鸟自然保护区 南澳岛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港口资源和水产资源 文物古迹50多处 寺庙30多处 大小港湾66处 南澳候鸟自然保护区被誉为鸟类天堂 一年四季在保护区停留的各种候鸟 驴鸟 繁殖鸟 流鸟等鸟类90多种 其中属中日保护协定的候鸟有46种 国家一类三种 白富军舰鸟 端尾信天翁 白尾海雕 二类有五种 岩部 红角金鸟 斑嘴蹄虎 鹤金等鸟类 每年6至9月份为海猴旺季 乌鱼岛上万鸟云集 成为南澳海上一大器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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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